美甲店門口突然一名男子出現 迅速低下身翻了店門口的鞋子 還有另外一個監視器畫面 角落裡面出現了一隻手 拎走一隻鞋子 過了一下子才送回 美甲店的店員發現 被男子動過的鞋子都濕濕黏黏的 實在很噁心 那個濕濕黏黏在鞋子裡面 然後那天是因為我踩到的時候是下雨天 所以我以為是雨水 沒有想太多 但是後來客人是兩次之後 然後我們員工也有踩到 覺得很噁心 有陰影啊 就下班都會怕 就是怕如果哪天晚一點下班 他會不會就是在外面埋伏我們之類 這些美甲店出爐的都是女孩子 鞋櫃就擺在室外 沒有想到卻被盯上吐口水 經過了比對 發現一名男子時常坐在店外 有時候騎機車過去了 還會走回來 詭異的行為讓店員心生恐懼 沒有 漢國 不能這樣做耶 我覺得很怪啊 超怪的 他為什麼要吐口水呢 去認識認識就好了 國藝男子朝女鞋吐口水 見家報警 經過了調查 警方逮到夜姓男子 夜姓男子的行為 可能以涉嫌公然侮辱 及毀損罪嫌 員警調查後 將依法送斷 自稱尋求壞感 吐口水 抹在女鞋機車手把 和安全帽內 男子的行為 涉及了毀損和恐嚇 該怎樣杜絕噩夢 居民提議 員警要加強巡邏 讓人不會提心吊膽 穿鞋子 踩到怪東西 三天新聞稍微注意著